人体四大虚,气虚,血虚,阴虚,阳虚,中医啊,一朝一虚,为你补回元气满满的身体,首先,我们来看第一虚,气虚,就这种,这种舌头呢,其实非常明显,你看,以这个中胶凹陷呢,为主,一眼就能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凹陷,这个典型的中气不足,气不足呢,不能充英气血,从舌头上就反映出,所以这个舌头呢,就塌陷,一般像有这种舌相的人呢,平时就是四肢无力呀,头云眼花呀,金黄心肌, 胸闷气醋啊,食欲下降啊,等等,像这种情况下呢,可以要补中益气,用来这个生羊局限,这个时候呢,可以参考补中益气汤来调理,当然了,这个是不能有热,我们说过很多次了,唇补药是不能有热,接着来,我们再看第二个,第二个呢,是血虚,来,我们看,虽然从表面上看的这个舌头的颜色是够了,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里边,特别是肝胆,这其实典型的是一个肝气肝血虚,这个地方,你看两边肝胆区呢,软塌塌的,撑半尖, 透明状态,就是这一对的舌色非常没有血色,这个典型的肝血虚虚,平时就会出现肢体麻木呀,关节狙击呀,这个着甲干枯呀,因为肝主着甲嘛,就这个指甲,老感觉指甲没血色,势力减退呀,这女同志的月经不调啊,等等,你想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要补一肝血,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个,四五汤合剂来调理,就是四五汤的那个成分, 来,再看第三个所谓的阴虚,像这个舌头,舌指红,看明显的红,然后呢,这个舌胎呢,特别的少,舌上呢,还有这样的裂纹,我们可以看到,这是明显的缺乏精液,也比较干燥,这种呢,就是典型的阴虚,平时的时候呢,总是觉得手脚心热轰轰的,心里还烦躁,就五心烦热,甚至失眠啊,晚上睡觉的时候,还有这个爱出汗啊,耳聋啊,耳鸣啊, 口舌干燥啊,总是觉得爱上火呀,像这种呢,就需要滋补阴液了,可以参考一个,菊气地黄汤来调理,最后呢,我们就说这个四须是阳虚,我们看这个舌头,整体呢,舌体是胖大的,然后呢,舌指蛋白,看上去是不是冷冰冰的,边上呢,还有这些齿痕,这个典型的阳虚表现,平时主要就是手脚怕冷,腰气酸冷,还有经常感觉到疲乏,没力气啊,觉得休息了以后,身体也很难恢复,行动起来呢,这个行动能力也下降,总想干什么,总是干什么, 不成,蓝就是懒洋洋的那个样子,而且还怕了,这个时候呢,就需要温中补阳,这个时候呢,我们临床上常常用真午汤来加减调理,好了,今天就讲到这里,你学会了吗,咱们下期接着讲,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,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,观众王一生,一起做中医传承人